波赛西让唐三在海神和修罗神中选择 其实唐三根本没得选 海神考试都走到了最后一步了 哪还有时间慢慢去接受修罗神的考核 真当千任雪会乖乖在海边等唐三的三五年吗 就算千任雪愿意等 比比东再不久后也继承罗刹神位了 难道也让成神的比比东 也一起去海边一起等唐三成神吗 这个可能吗 千任雪恋爱闹 比比东可是恨不得把唐三皮给扒了 比比东成神后 恐怕第一时间就去了嘉陵关 直接横扫了天斗帝国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比比东可不会手软 这就是作者为啥要让比比东最后一位成神 真的让比比东在唐三之前成神的话 那代价可能是天斗这边团灭了 让千任雪仙成神 唐三还有周旋的余地 比比东第一位成神的话 那就真的没得完了 唐三目前的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他必须尽快成神 缓解天斗帝国那边的压力 如果唐三真的握住了那柄修罗魔剑 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之前唐三吸收深海魔晶王的魂骨 修罗神念与海神神念就打了一架 当时唐三认为是在海洋中 所以海神神念占据了上风 其实不然 只是唐三体内的修罗之力太少 修罗神念才会被压制 要是唐三握住了这柄修罗魔剑 那接下来被压制的就是海神神念了 唐三离去时 可是把自身全部的修罗之力 注入到了这柄修罗魔剑里 就算唐三如今身处在海神殿 最好的结果 就是海神与修罗神的传承 各占唐三身体的一半 后续在唐三继承海神神位时 海神也是千丁万主 让唐三千万别用好天锤